严格把关 安全有保障 尽请消费者安心使用 更别错过专区 众多现实热销临时推荐 现在就上贺康五春 专区纠团下单 任选三件折150 五件就折300 低神菌加胶原蛋白 健康维持套组 让您省更多 快点够现在买最划算 贺康优惠真的想不停 西部不带 及时许愿 斗内中天重翻五二 中天新闻邀请好朋友们 透过祈福福袋及时许愿 如何用祈福福袋及时许愿呢 现在就开启中天新闻网app 点击首页右下角 好运龙福袋 有五款福袋 供您选择斗内 您的福袋和密称 会在镜头上秀出来哟 您的留言 也会在下方的跑马灯出现 祈福福袋及时许愿 斗内中天重翻五二 所有的斗内都请亮丽而为 所有的斗内我们都欢迎 都感恩 哈喽 大家午好 欢迎加入1600的中天整点新闻 我是刘又嘉 记得我们已经开了新的紫瓶包厢 教室门已经打开了 大家赶快入座来上课了 那立刻已经看到了 Kevin Sim 帮我宣传CTI329 谢谢 还有班长庆章也在 全民立宇 还有我自己也在里头 还有邓政武好像是第一次看到这名字 非常感谢你进来参与 还有人为也在 虫气也在 还有八戒也在 然后丽宇桂林 西西米 哈喽哈喽 那记得帮我们按赞 然后把这个连结赶快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进来参与 中天新闻 跟我们聊新闻 聊时事 各种的话题 我们都想听大家的意见 好 无色觉醒超越蓝绿白 人民要过好日子 先来带大家关心到的就是 前总统马英九 在今天 在稍早呢 当地时间 下午两点半左右 已经抵达了国父孙中山 故居参访 举行了献花仪式 那么这一次呢 是由国台办副主任 潘衔长陪同 现场的情况 我们连线给记者 刘子瑜 是 主播画面中可以看到 现场艳阳高照 前总统马英九 带起墨镜 抵达广东省孙中山故居 并在故居前 停下给媒体拍照 行程由国台办副主任 潘衔长代替宋涛陪同 马英九听导览员 讲解故居历史 随后抵达国父孙中山 同项前举行献花仪式 花仙上则署名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 马英九 而他也表示 自己毕生的偶像 就是孙中山 创立一个自由团结 均富统一的中国 让国家更兴盛 为人民谋幸福 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 都是炎黄子孙 当年孙中山先生念之在之的 许多建国的主张 如今都已陆续分别在台湾 与大陆实现 我深切期望 两岸因共同合作 避免战争 致力和平 奋斗 振兴中华 共创和平繁荣 这也是我们这一辈 中国人最大的愿望 马英九的一番谈话 没有提到中华民国 或是民国二字 强调的是两岸与和平 行程结束后 一行人前往港珠澳大桥参观 晚上行程参访白天鹅宾馆 以及会见广东省委书记 黄坤明 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况 交还给棚内主播 好 另外看到是准政副总统 赖清德及萧美琴 在稍早也是两点左右 到达了国防部 来听取机密简报 并且也视察了衡山指挥所 现场的情况 继续把时间交给陈友 在画面上面可以看到 在下午两点钟左右 准政副总统赖清德 和萧美琴的车队 就抵达国防部 因为下午他们要听取 国防部的机密简报 国防部长邱国正 也是亲自迎接 根据了解 下午国防部除了 向赖霄两个人说明 国防业务简报 据机密等级的台美军购 还有重大建军案件进度之外 包含两岸军事敌情 也是这一回的报告重点 而这一回跟着赖霄 一起听机密简报的随行者 也被解读是赖政府 国安团队的核心成员 因此是格外引发关注 而在听完机密简报之后 根据消息来源 在下午三点左右 赖清德也是进山洞 来市岛恒山指挥所 等于说这个是破例 让准总统第一次 安排市岛恒山指挥所 不过相比过去蔡英文 听机密简报 还在国防部的大门 公开让媒体拍摄 这一回赖霄进到国防部 只让媒体远远拍摄 车子进到国防部的画面 显然是刻意要保持低调 不过在简报后 总统府也将发布新闻稿 以及相关照片 并且会附上随行成员 届时这些成员名单 势必将会再掀起 一波热烈的讨论 这就是我们 找不到的最新状况 好 不过赖清德 520很快就要上任了 但是呢 在这之前发现 好多蓝营的大咖 纷纷来抢风头 好像现在风头 有点盖过了赖清德 好 今天看到这号人物 大家都在说 2028是不是要出来 选总统呢 台中市长卢秀燕 好 正式宣布了 这是他连任之后 第一次出国的访问行程 4月3号到5号之间 访问的是新加坡 好 大家之前都在传出 卢秀燕 应该第一趟是访问美国 但是答案不是 是新加坡 他说呢 这次出访不但是一个 城市外交 深化极加强 彼此情谊都很有帮助 重点来了 会见谁 谈什么 他说对于该见的 该谈的都会进行好 稍微的卖一点关子 会见谁还不知道 那他说呢 新加坡也只是第一站 之后有好几个国家 都会陆续安排 不过看起来好像是一个 2028的起手式成型了吗 这趟新加坡的访问旅程呢 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 也抱持了很肯定的看法 他说呢 以他对台新关系的了解 相信新加坡一定会做最好的安排 卢市长此行一定会收获满满 给予诚挚的祝福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好像新加坡是一个蛮重要的国家 对台湾的政治人物来说 很多人在这个任内呢 其实都有访问新加坡 所以大家就说嘛 新加坡是不是一个政治人物 更上一层楼的一个必胜其手势 像是谁 柯文哲 其实任内也是有访问新加坡 蒋万安 蒋市长 任内也是有访问新加坡 包含赖清德也是选新加坡 好 那为什么新加坡变成了 政治人物最喜欢参访的国家呢 当然除了美国之外 美国太远了嘛 你坐飞机坐很久 新加坡大概只要飞四个多小时 那新加坡跟台湾 过去被称为是亚洲四小龙 和台湾也很像啊 新加坡也是一个被大海包围的国家 所以我们可以看看 新加坡是怎么样的城市发展 新加坡是怎么样的拼经济 拼观光 各种的城市建设 其实新加坡 有很多值得台湾来借进的地方 所以新加坡堪称 除了美国之外 政治人物最喜欢参访的地点 不要忘记了 包含之前 马英九在2015年 第一次进行这个马席会 也是选在新加坡 所以大家好像变成 盧秀燕第一站选择新加坡 就不免问到是不是一个2028的起手势 已经开始出现了 好今天要跟我们进行线上对谈的是 这个立委廖伟祥 伟祥哥你好 哈喽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想要问问你哦 所以刚才提到访问新加坡 好像成为了这个政治人物更上一层楼的 一个必胜起手势 因为原因之一 当然还有比起访问美国 他的好像整体的CP值更高 那盧秀燕也说 这次该见该谈的他都会进行 那就你认为哦 盧秀燕这趟行程 不管啦是不是他真的要参选 2028总统能够为他本身加多少分呢 我现在有那个电话 不好意思 刚刚有那个电话 电话打断 好第一个就是我认为 其实很多的台湾的重要的政治人物 或是过去很多的市长 都有去到这个新加坡出访 这种城市外交的行程 我觉得是非常的多 所以现在这个阶段 我是觉得不见得要过度的政治解读 因为其实离2028年 也是为时尚早 可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去 反正这个时候去的时间点刚刚好 那但是呢 而且抱歉 对不起我再讲一次 刚刚还断掉 这次这个时候去的时间点刚好 而且我们台中市是台湾的这个幸福城市 而新加坡也成为这个亚洲的幸福国度 所以我认为他这次去参访新加坡 可以带回来很多 如何成为幸福国度的一些经验 来跟大家分享 是非常的好 那新加坡当然是我们亚洲国家 很重要的一个政治和经贸中心 所以呢这个各个国家 就是各国家都必须去那里借进 而且像新加坡在国际上 也常常会办这种 所谓的香格里拉论坛 国际外交的论坛等等的 所以身为一个台湾的重要政治人物 到了新加坡去出访 也是成为这个政治领袖一个非常必经的过程 那我想这一次他去也会垫高这个所谓卢秀燕 如果未来真的假设要挑战2028年的话 我想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的重要 而且会增加他在国际上面的这个视野 和他的实力和厚度这样 好那当然现在还有一个 大家都在关注的出访行程 现在镜头交还给这个马前总统 好现在马英九访问大陆 但是呢看到绿尾非但没有给予一个好评 还纷纷的开酸唱衰自家人 好来看到赵绍康他先说了 现在大家都在问会不会8号 真的能够来个马席二会 他觉得应该是有机会 而且当然会是个重头戏 尤其呢现在在民进党 以及这个共产党两党 老死不相往来情况之下呢 他认为马英九可以来接手连战 成为蓝银沟通两岸事务的重要桥梁 好不过看到民进党是怎么样 很酸的一个状态 这个吴思瑶他说 马英九你街机连个红地毯都没有走 整个被这个降格矮化 他说2005年连战坊中 是由这个当时的国台办主任 陈云林亲自接机 那这次呢 马英九是由国台办副主任来接机 但是连个红地毯都没有 好所以民进党的重点放在 马英九有没有走红地毯 国民党政策会副执行长 这个李永平他就说了 马英九这次去 大家想想到底在帮谁的忙 好这个时候民进党520 即将接任这个总统赖清德 马英九这个时候去 当然很重要的就是传递一个和平的讯息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结果民进党这个时候 还能够不停地对马英九冷嘲热讽 觉得民进党脸皮也真的是够厚了 好这是来自李永平的一个说法 这个历史歌呢他也说 赖清德日前参观无人机国家队友 结果呢 土耳其制的demo机上头出现了什么 Mailing China的字样 这个事已经成为了民进党现在一个最大的痛角 然后结果呢 马英九这次就参访了这个大疆无人机的总部 那如同在绿营伤口上撒盐 所以呢民进党现在看马英九的出访 可能恨在心里痛在眼里这样子的感觉 民进党立委陈冠廷也说了 马迁总统访问普遍被西方国家 视为敏感的中国大陆科技公司 结果呢会遭解读是为台湾 对这些企业及背后的中国政策的认可 好民进党意思是 马英九去参访的像是这个比亚迪啊 大家这些无人机公司 这些其实公司因为发展的规模 真的很庞大威胁到了一些西方的企业嘛 那当然呢西方国家就拼命的 对这些大陆很大的公司来进行一些抵制 好结果呢民进党也用这样的理由 认为呢马英九不应该去参访 这些被西方国家列为黑名单的公司 来看到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 萧续成怎么回应 说什么西方会有什么错误解读 根本是非常离谱的说法 年轻人听了不会接受的 你不要认为台湾人都不会去思考 要这样把台湾封锁 固步自封的做法 年轻人是不会被洗脑的啊 那传出4月8号马席二会就要登场 亮哥也分析说 为什么习近平要见马英九呢 为什么愿意见马英九呢 因为毕竟习近平也不是没有见过 其他地方的卸任元首 重点关键就在于 马英九不只是分量够 而且他的路线非常的清楚 之前的马席会呢 当然彼此之间也奠定了足够的一些信任感 才有机会造就这次的马席二会 好 接下来继续要跟这个 韦翔哥来畅聊一下 好 马前总统访问大陆 当然背负的一个很大任务 就是要传递台湾民众 其实对和平的一个渴望 但是呢也因此处处的戳到了民进党 现在抗中牌嘛 现在戳到了民进党的痛点 那如果8号马席会真的成真 你觉得两个人对彼此之间 会传递一个什么样的讯息 那尤其呢 接下来赖清德520就要发表就职演说 你认为马席之间会去碰触到这个议题吗 还是会直接淡化掉赖清德的影响力呢 我觉得第一个 民进党一向都是稀色反应 不仅非常没有自信 更如同换的这种孔中正 风中必反 然后你想他这次去 他没有走红地毯说矮化国格 可是到底矮化了什么国格呢 马前总统其实算是用民间的身份去交流 可是他今天如果很高规格的对待 然后又说我们去马英九去被统战 所以我觉得他们一直 反正他找到各种的角度 就是希望打击 但是我觉得马前总统一直以来 都是到了对岸 也是在捍卫我们中华民国的主权 像他去年到大陆参访的时候 也在他们的湖南大学公开演讲 甚至也讲出依照宪法 台湾跟大陆都是中华民国的国土 这样子中华民国主权满满 和台湾价值满满的公开演说 为什么民进党不敢批评 那现在两岸关系被民进党搞到草木皆兵 连国防部长都说晚上睡不着觉 担忧国土变焦土 商场变战场 那这个时候马前总统去出访大陆 其实我觉得对于台湾来讲是非常重要 就好像前几次去出访大陆一样 加强这个时候两岸的交流 然后降低敌意 我想这样的做法才是真正把 国人的生命财产放在心上 而不是把国人的支持当成是韭菜在割 每次到了选举抗中倒台这样 那这几年以来两岸和平的契机 其实也是变得越来越小 像这个CNN也说就是台海 从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变得更危险 所以我觉得对于台湾的 这个负责任的政治领袖 其实任何能够创造两岸和平的条件 我们都应该要把握 而且必须给予正面的肯定 所以对于部分民进党公职人员的冷嘲乐缝 我想这些可以去问一下 现在的时下年轻人 大家到底要不要擅长 要不要上战场 所以我想答案会很清楚 那我想这个时间点 也不需要民进党再把马维拉拉来 这个掩盖自己的执政的无能 两岸的无能 以及国际的无能 好 再来我们要继续关注到 那国内现在政坛潮得最热的 就是一个民主基金会卡韩 到底要卡到什么时候 卡韩不成现在好像变成卡卢了是不是 来看到民主基金会 说一个突袭式的发出这个通告 说4月10号要来召开临时董事会 好像还是非常临时的 单方面来通知韩国瑜 韩国瑜是被动接受了 才知道原来4月10号要开这个会 那当然我们看到台面上了 民进党还有外交部 他们都说没有没有 我们绝对没有在卡韩 嘴巴说没有 但是这个职位就是迟迟的 不肯让韩国瑜来接嘛 好 民进党说绝对没有卡韩 党韩那依照惯例 民主基金会董事长 是由立法院长担任 所以意思就是说 董事长会由韩国瑜来接 没有错 但是现在呢 民进党透过什么样一个方式卡韩 原来就是透过去卡执行长一职 好 下一个真结点就是 执行长呢 韩国瑜认为应该要由惯例 由董事长来指派 那他心中有一个理想的人选 就是政大的教授卢叶忠 是一个外交长才 但是呢民进党这方面觉得 执行长应该要由总统任命人选 好 所以现在变成民主基金会的执行长一职 就是一个韩国瑜跟民进党政府之间最大的一个 贞结点两方都不肯让 好 来看到外交部虽然也说会尊重民主基金会 独立运作机制 但是就卡了一个执行长迟迟不肯把权力下放给韩国瑜 现在媒体人黄阳明他倒是提出了有一招可能可以解套 好 来看一下有一点复杂大家看一下 选任董事长需要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出席 那出席董事过半同意 国民党推荐四位董事加上韩国瑜一共有五席 那必须在与民众党的一席联手就能够杯葛会议 如果真的僵局发生 那下半年他说立法院审预算肯定会充满戏剧性 好 我们再来跟这个谈论一下线上对谈的部分 我来帮大家补充一下 刚才这个黄阳明他提出的是一个比较大胆的猜测 也就是说4月10号登场的董事会 说不定蓝白之间能够合作一个技术性的杯葛 因为民进党现在既然要卡炉 那韩国瑜他就可以来喊一个 他跟炉是韩炉同进退 所以他如果炉让他卡着不让他上 那韩国瑜他可能也不接这个位置 那最后会不会就演变成整个议题上升到 民主基金会的存废议题 那如果上升到这个程度 会不会反而让民进党很害怕 因为毕竟是民进党的小金库嘛 这方面你怎么认为会有什么走向 第一个我认为这一题其实完全没有任何可以讨论空间 因为大家只要打开这个台湾民主基金会的组织章程的第17条 里面有写到本会设执行长一人 由董事长提名经董事会同意后临聘之 然后这个执行长受董事长指挥监督 重礼本会所属会晤并对董事会负责 并对董事会负责 而韩国瑜院长也已经明白的表示 将邀请政大的教授卢叶忠出任执行长 就等召开董事会通过 所以接下来董事会去讨论 我们召开党团协商 或是用立法院的职权去影响这个人士 也是对我们台湾这个民主基金会的不尊重 可是现在就是民进党不愿意放手 只好所以他们就用所谓的惯例来说 执行长应该由政府指派 如果任何那我觉得如果任何事情 如果都依照惯例的话 那么民进党牵前的迟到 也是立院惯例不是吗 那既然我们选上了 就像我的口号一样 就是需要想改变的 就是要让国会运作更可以具有公信 也可以受到公平的 所以民主基金会 刚刚您有提到 这个民进党执政八年来 其实已经遭到污名化 也就是所谓的绿色小金库 那我们一定要遵守这个法制的原则 还有公开透明的理念 其实应该把执行长 由可以受到立法院监督的人选来担任 而且我们希望可以呼吁 要把过去八年的账目都透明公开 到底把钱花到哪里 用在哪里都一次告诉大家 你把它控制都公开之后 就可以洗刷这个绿色小金库的污名 告诉大家民主基金会 其实就是公开透明 可以受检验的 所以我认为一定要依法让韩国瑜当董事长 依法让韩国瑜可以指派 可受国会监督的执行长 而且一定要帮助这个污名化 绿色小金库的民主基金 把他们的账目查清楚 公开清楚 让人民看到新国会心气象 而现在民进党的不甘心 想要用各种的手法去卡 卡韩不成要卡炉 我想人民都放在眼里 所以也可以看到这段时间以来 这个韩国瑜院长 他所有的在当立法院院长的时候 依照这个法治的精神 去做很多的事情 让他的声誉越来越高 声望也越来越高 我想民进党越打他 其实只会得到反效果 好 所以很多人也都在期待 韩国瑜韩院长能够把他 整顿立法院的那股魄力 也用来整顿这个民进党的小金库 民主基金会 接着非常谢谢伟翔哥 百忙抽空来参与线上会谈 感谢您 拜拜 谢谢 拜拜 拜拜 前总统马英九 4月1号到11号 率大学生访问大陆 展开和平之旅 广州纪念黄花纲 72烈士 斜心击败黄地霖 好新东 白组 房市长 白组并首度访问北京 520前 马锡二绘 全力化解 两岸冰胸战危 中天新闻团队 培心采访 全程直播 并邀请专家 即时评论 4月1号到4月11号 请锁定中天新闻直播 马锡二绘 白酒訪錄和平之旅全紀錄 德國專利膠原蛋白生態 快點夠全台獨家販售 德國專利的原料進口 專利BCP生物活性 平均分子量3000道爾噸 小分子好吸收 重要的是重金屬 西藥檢驗SGS檢測 全都過關 品質把關有保障 成分單純0千加 吃了超安心 無論你是銀髮族 還是運動健身族群 都十分推薦 因為這不是藥 保養習慣從現在開始 90天的青春遊感計畫 打造行動遊感每一天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享有額外遊會喔 大午晚安 全都先常要來看到的是北韓 可能是全世界最神秘的國度之一 由於是高度封鎖 所以外界對北韓其實是充滿想像的 而最近美國的有一個知名論壇 流露出一段 這是北韓新一周無人機的空拍畫面 透過他們可以看到 這一段影片大約是全長40秒 空拍畫面可以清楚的看到 新一周的市容 雖然是大白天 但是街上幾乎沒有什麼車輛 同樣的也沒有什麼人 根據瞭解拍攝的網友 可能是中國大陸人 從遼寧的丹東操控無人機 飛去1.6公里之外的北韓 拍下這難得一見的畫面 而這影片是2020年 當時是新冠疫情期間所拍攝的 但是一直到最近才有對外公開 好另外來看到是南韓 南韓總統尹錫悦最近可以說 是蠟燭兩頭燒 由於他的國事跟家事都很忙 而且讓他可能覺得有些頭痛的 就是他的妻子 一直以來都是滿有爭議的 當然也連帶影響到他的聲量 好他的妻子 南韓的第一夫人金劍熙 他其實從去年的12月份的中旬 公開露面之後 當時他是跟著這個尹錫悦 一起去荷蘭訪問 然後回到南韓 然後就一直神隱至今 已經將近要四個月了 好中間其實錯過了 蠻多南韓很重要的紀念日 包括了他們獨立紀念日 三一運動紀念儀式 其實往往南韓的第一夫人 都是要出席的 可是他缺席了 同樣的在新年的時候 也不見說 尹錫悦夫妻合體拜年 其實來回顧一下 金劍熙在今年1月份的時候 當時就被週刊踢爆說 他疑似捲入收惠門 這是因為他被南韓有一名牧師拍下來 可能是透過偷拍的方式 拍下他跟牧師的對話說 牧師要給他一個價值 大概約三十幾萬的名牌包 第二名牌包 然後整段影片就被週刊給踢爆 疑似是收惠事件 另外在尹錫悦選上總統之前 他更是有蠻多的醜聞不斷 包括被踢爆說他的履歷有灌水造假 另外還有操控股價等等的 種種醜聞其實都衝擊到尹錫悦 對他本身的一些執政的成績單 而由於近來這個南韓醫師罷工事件 尹錫悦的強硬態度 也讓一介對他是滿不滿的 導致說尹錫悦他現在的民調 也是岌岌可危跌破四成 但是四月十號就是尹錫悦的其中考了 因為這一天是南韓的國會選舉 恐怕也是因為他加世的一些醜聞 衝擊他的這個民調 那現在大家很擔心的是 執政黨恐怕會丟失席次 而現在首爾的明知大學 就進一步的分析了 認為說其實這個 他的夫人金建新 這個時候關鍵時刻沒有公開露面 是有原因的 因為既然說對於丈夫沒有加分的效果 那乾脆就不要說話也不要露臉 乾脆就當個無聲的第一夫人 也許這才是幫助尹錫悦 所屬政黨的一個最好方式 好其實尹錫悦呢 他的表現怎麼樣 可能南韓選民他們自己有成績單 那南韓的前總統文在寅 現在也是持一個反對意見 批評他 說他認為尹錫悦是他70年來 第一次看到如此差勁的政府 並且還用三無來批評他 包括了無知無能無道 好其實這個金建新 審影至今將近要四個月 當然也是南韓民眾的討論話題 其實外界也推測可能就是因為金建新 他的負面新聞太多了 擔心衝擊到尹錫悦的民調 所以選擇不露面 更是有民眾還猜說 他會不會是去整形整壞了呢 所以不敢現身 不過對於他 為什麼神隱至今缺席 這一些重要的紀念日呢 南韓的總統辦公室 至今還是保持沉默的 好另外來關注到的之前 總統馬英九他率團參訪大陸 來到第二天 今天上午他的行程 是參觀全球的電動車龍頭比亞迪 一路上都是有國台辦主任宋濤來陪同 規格比去年還要高 而這個參觀期間 馬英九也對比亞迪十分的感興趣 他提出了不少問題 前總統馬英九大陸和平之旅 第二天 一早就來到大陸電動車龍頭比亞迪公司 馬英九親自坐上駕駛座 感受電動車性能 東看看西看看 轉動方向盤 化身好奇寶寶 還質問誰是比亞迪最大 競爭對手 哪一個 哪一個 第二個國家是競爭對手 馬先生 剛剛你們第一名 第二名 不是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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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有這個自信心 永遠追不上 馬英九此行規格比去年還高 參訪比亞迪公司 一路上大陸國台辦主任 宋濤都陪同 最後一行人觀看越野能力超強的仰望U8電動車 大秀360度原地自轉神器 展現大陸電動車實力 馬英九行程滿檔 從第一天會見宋濤晚宴後 造訪深圳平安大廈與台青交流 還跟機器人互動 機器人比心喊愛你 馬英九也到深圳灣觀看無人機秀 無人機秀出融合兩岸共創未來的字樣 不少民眾也特別前往 要一讀馬英九的廬山真面目 馬英九先生他能兩次來大陸 促進兩岸的交流 給這種緊張的局勢帶來了一抹亮色 馬英九二號繼續馬不停蹄造訪各地 參觀孫中山古居紀念館 並遊覽港竹澳大橋 結束深圳行程後就轉往廣州 預計晚間與廣東省委書記黃坤明會面 記者林信縣顏佩玉在深圳的採訪報導 你也和我一樣愛吃米食 麵食 甜點 以及手搖飲嗎 我特別了解你的煩惱 所以現在要跟你分享一個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級好物 就是這個 每日完勝白勝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三十分鐘一次吃兩顆 吃大餐So Easy 旺旺出品的這一款 每日完勝白勝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檸檬紅茶風味的 像這種夾鏈包設計 特別嚴選了北美優質白勝豆 獲得了美國FDA的認證 以及GRAS健康許可 這個成分其實是很天然 而且品質安心有保障 所以現在就趕快上快點Go 為自己的健康自信 與美麗下單 很重要的是記得輸入推薦代碼 因為會有此外折扣 保齡中毒事件 今天有了重大的進展 台北市長蔣萬安宣布 3月24號在保齡所採集的環境 生物激震當中 驗出了有含米酵菌酸 台大法醫研究所所長 翁德宜也證實 在包含像是刀具 砧板等四個檢體當中 只有廚師的手 測出了呈現陽性 他認為一定是廚師觸摸了 某一樣食材 才會碰到毒素 至於是哪一個食材出了問題 不得而知 但是能夠證明毒素 確實存在於店家之中 四個檢體裡面 在廚師的手上面 就有的檢體 這個檢體是有培養液套過的 然後都可以驗到這個米酵菌酸 那我們就可以證實 這個米酵菌酸曾經出現在 保齡茶室A13店 因為現在沒有食材了 食材3月26日食藥署去採的時候 就已經說3月19到24日的食材 都已經吃完了 都沒有東西 沒有剩餘食材 所以環境裡面砧板那些並沒有 就只有廚師的手摸過 所以只有廚師的手有 他如果食材都在 他每一天都會碰到 那我們這個植埔儀是 非常非常靈敏的儀器 所以廚師手我們不可能洗得 完全乾淨的情況下 我想一天前存在廚師的手上 現在還測得到是很合理的 東西來源不是在廚師的手上 而是在他處理的某個食材 廚師只是一個媒介 他只是拿起來放到鍋子 不是說原來這個代言者是廚師 所以對廚師的健康也應該沒有特別的影響 當然廚師也沒有來檢查 也許我們把廚師的血液拿來檢驗 也身上有可能也驗得到 只是他量可能很低 好所以今天的最新進展示 居然是在廚師的手上 驗出了這個蜜酵菌酸毒素 不過呢令委徐巧新爆料說 台北市府早在3月24號 就已經提供了保齡中毒案的關鍵證據 但是中央卻一直拖到了3月26號 才展開聯合機查 結果呢民進黨現在反過來抹黑 台北市府慢半拍 民進黨不斷的透過他們的政治人物 對台北市政府進行惡意的扭曲 造謠時序說台北市政府3月26號慢半拍 可是實際上如果不是3月24號 就按照應該要有的SOP去進行採檢的話 今天那驗不出來也沒有進一步的證據 只能像中央現在的說法一樣繼續用猜測的 那請問檢調該怎麼往後調查呢 如果沒有新的市政的話 第二個部分是3月24號25號兩天 其實中央都只是在觀察 26號才去跟台北市政府共同稽查 那我比較好奇的是喔 這個部分可能要由衛福部來回應 就是說26號採檢以後 要包含環境的部分 包含食材的部分都沒有驗出來 可是我們從中央的通報系統裡面就得知 台北市政府在3月24、25號都有去做稽查跟檢驗 那為什麼不請台北市政府提供或者是協助台北市政府去檢驗3月24號的環境 有沒有含米少酸菌呢 變成是連台大醫院都說 還好台北市的衛生局長陳局長非常的激緊 有想到這件事情趕緊通報拜託 所以這是衛生局特別拜託台大醫院來協助的 完全沒有在目前的中央的SOP裡面 所以我們也想問 發生這樣子的事情 那中央跟地方我們都很希望看到共同來合作 可是怎麼到最後還是要地方自己自救 廚師的手上怎麼會驗出了米酵菌酸 法醫高大臣他認為應該要去調查 哪裡的米酵菌酸濃度最高 代表最靠近源頭 他也質疑事隔了四天 廚師的手上還能驗出米酵菌酸 恐怕是因為廚師在事後整理有問題的食材導致 如果他在切菜的時候 在蒙佐料還是怎麼樣的時候 其實他就有一個人在米酵菌酸 是不是濃度不太多 所以他不死 不然照理說你三、四天才去查 他還有存在的時候 表示三、四天前除了他都不洗手 三、四天前他的濃度很高 他才沒辦法 或是他發現出事了 他要去精力的食材 還是要佐料的時候 你要找看看哪一個濃度最高 濃度最高的就是源頭 接近源頭最近的一個東西 是有豆子 或是砧板 有可能這個廚師 因為瓦廚師 這個新的是不是 比較喜歡 他比較喜歡用比較特色的食材 這裡去圍到 那些特色材很久沒用了 然後裡面為什麼要精算 問這兩個廚師的習慣性 或是後面這個廚師 有特別去用到哪一個佐料 或都會用到哪一個東西 的話 可能要找源頭會比較容易點 所以你還是認為廚師知道 是哪一個有問題的 我的感覺 他不是知道 他心裡有數 他會想說 他不是這個 所以他竟然穿不穿 然後我鍛在那裡的手 所以他竟然會鹹 這米小天山 不然你竟過四個 你也不中毒 你又不洗手 這不可能 你如果一開始就摸到的米 竟過四個 你就不去了 好現在大家都在關注吃的健康 台灣最常見主食就是米飯跟麵食 光是親友聚餐工作應酬 每天都不知不覺吃下了精緻澱粉 又得運動健身來還債 宜蘭食品推出的每日完勝白腎豆萃取物和薑黃萃取物 讓你輕鬆享受美食無負擔 假期出遊 面對美食當前 就怕一個關不住嘴 努力健身的成果又白費 營養師就建議 可以使用白腎豆萃取物 加上薑黃萃取物雙管齊下 東方國家來講 大部分人都以米食為主 所以不知不覺就會吃進比較多的澱粉 那這時候如果你在搭配這個白腎豆的話 它本來就是主攻澱粉所設計的一個保健型成分 所以它可以去幫助你吃完澱粉之後 維持飯後的恆定 然後也可以提升飽足感 薑黃的話它最主要的有效成分是薑黃素 然後它可以促進人體的身體代謝 比如說運動前30分鐘 然後你可以去補充這個薑黃素 然後它可以發揮你運動的效能跟效果 那你的爆發力也會提升 除了透過白腎豆萃取物維持飯後恆定 薑黃萃取物還能幫忙提高新純代謝 增強體力恢復好氣色 它可以在餐前比如說你運筹前30分鐘一起試這兩個產品 就是薑黃跟白腎豆 那它可以個別達到比如說白腎豆針對你的澱粉後的餐後恆定 那如果是薑黃的話可以幫助你飲酒後比較不會那麼不舒服 有別於市面上那種大包裝的規格 我們就是推出比較方便消費者 就是直接一次大概一週份左右的產品 然後我們就是可以直接夾鏈帶更方便的拿去 然後同時也不怕會受潮 主打好攜帶好入口的小包裝隨身包 配合均衡飲食適度運動 就能讓你享受美味大餐 都不用怕 記者有保證王淑明台北報導 大家有沒有記得趕快更新中天新聞網的APP 我們現在推出的祈福福袋即時許願活動還在進行當中 可以讓廣大的好朋友們一起來為你祝福 點擊中天新聞網APP首頁右下角的好運龍 會有五款福袋可以選擇 你的福袋會在鏡頭上秀出來 你的留言也會在下方的跑馬燈出現 所有的斗內都請亮麗而為 所有的斗內我們的歡迎都感恩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睡得好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異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異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異生菌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有額外的折扣喔 2024年大甲鎮藍宮媽祖遙境開始起跑 世界三大宗教活動 每年重要的宗教文化順典 吸引超過百萬人參與 橫跨中 張 雲 嘉 來回跋涉340公里 一輩子一定要走一次 4月5號起假 4月14號回輪九天八夜 團隊成員主播何慧榮 林佩潔 錯別自賴政海 羅志華 陳婷瑜 全程接力直播 中天陪您跟著大甲媽肉鏡 一起祈福 一起祈福 高雄整形名醫 倪宗亨和太太正在辦理離婚協商 但雙方疑似因為奪產而爆發糾紛 太太在臉書上發文 指稱倪宗亨上班看不亞片 還倒露診所監視器 可能會有診所女同事換衣服的畫面流出 不過倪宗亨透過律師表示 是共同雲端密碼並沒有道路 他反而指控太太 策動消費者 讓她診所沒有客人 雙方為了爭奪財產撕破了臉 我跟我太太可以真正聊一下 聊開了 你們會富貴騰打 整形迷你中橫帶著法院人員走進診所 說要跟太太拿回所有錢 闖進太太的診所 大家莫名其妙 但妻子指控 先強還發現她上班居然下載A片 我們沒有人會看A片 這邊蠻多同事都有看到 連看診的女醫師都有在桌面發生過 裡面當漏了三千多者的A片 就覺得她很噁心 倒露我們診間的監視器 我們同仁都是在裡面換衣服 被指控上班看A片的就是高雄整形 民意尼宗亨 她在2016年在市區飆車 還造成一名女價值重傷幾乎癱瘓 這回再上媒體鏡頭 是因為被太太指控夫妻兩個 擁有一間醫美診所 但那台發現兼職的丈夫 居然倒露監視器 李宗恩反駁是有共同密碼 沒透露 但上班開A片 持續酒後開車全部否認 還指控太太 測動消費者退廢 讓她診所沒客人 就在離婚協商中爆發爭奪財產 民事法庭都已經駁回她手的抗告 表示她講的全部都是虛假的 但還可以繼續在網路上 繼續這樣子造謠是非 她其實就是想要把錢拿走了 她就覺得太太的錢 可能全部都是她的錢 表面上說要好聚好商 可是卻在群組裡面 有四百多個消費者 一直鋪天蓋地著跟他們洗腦 對啊 那你證據拿出來嗎 你說有小三有什麼 那你就去提告啊 倪宗恩由律師代表發言 一概否認 但雙方在離婚協商中 爆發財產衝突 相互攻防各說各話 讓外界看了是補煞煞 記者 蔡霜姐 林智慧 高雄報導 倪宗恩太太黃小姐 是出面控訴先生呢 持續酒駕約炮偷拍上班 看謎片等四大罪狀 也讓倪宗恩在律師陪同下 開記者會反駁 我們把現場交給記者陳婷妤 高雄整齊名醫 倪宗恩 2017年酒駕事件落幕之後 原本和太太低調經營醫美診所 但卻在去年因為被太太懷疑外遇 雙方撕破臉爆發離婚官司 上午倪宗恩太太黃小姐 還出面指控先生四大罪狀 包括持續酒駕偷拍和上班看名片等 是讓倪宗恩決定不忍了 下午在律師陪同下出面澄清所有指控 那個事情我也付出了代價了 我也被收押 也賠了對方一千兩百多萬 然後我也去做社會公益 我跟自己發過事 我喝了一滴酒我就不開車 如果是有 他那個時候就去提高了 因為他那個時候就一直威脅我說 因為我有緩心在身 我要弄你很簡單 對於太太指控持續酒駕行為 尼重婚事姓氏等等表示 自從酒駕事件過後 只要有喝一滴酒就絕不開車 認為是太太在雙方爭吵之後 刻意拿來扭曲事實 而對於在診間偷拍女同事換衣服 也有診所女員工幫忙出面反駁 我們身為員工其實都知道 一間診所的攝影機 大致上是都裝在哪裡 那一間診間的攝影機 它就是這麼大 工作的時候 其實大家就要換衣服 其實都會到廁所 或是診間旁邊的鞋櫃去換 我們不會到攝影機 下面的那間診間換 診所女員工還原真相表示 診所員工都知道哪邊有監視器 若要換衣服都會到廁所 而尼重赫也出示手機表示 監視器都是她找人安裝 當然會有密碼也有權管理 更沒有偷拍或是密碌等行為 雖然尼重赫認為整體事件 是兩人的家務事 但太太從去年開始 就在網路上抹黑她 尼重赫除了澄清謠言之外 也反控這些都是太太 為了掩蓋自己和姐姐 連手捲走 診所經營權和資產的事實 以上就是所掌握的訓練行情 將時間鏡頭去交還給彭麗主播 再來看到是保齡中毒案 中央地方這時候應該要合作 來調查真相 看到底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但是現在網路上不停的瘋傳 這張圖又是民進黨粉專小編 開始在帶風向了嗎 好這張就是小編PO出來的圖 他寫說台北市時安公安連環報 台北市民心不安 甚至還指控台北市長蔣萬安 企圖掩蓋保齡茶室案件 檢驗慢半拍 但是剛才的新聞報導 我們也告訴大家事實的真相 其實台北市府第一時間 就去稽查檢驗 也多次澄清時間續上 並沒有慢半拍 而且我們也看到 底下的很多網友也開始留言 好罵聲影片 當然都是在罵民進黨 說中央無能累死地方 民進黨搞了這麼多事 不會良心不安嗎 可憐執政黨靠著抹黑抹紅 來蹭聲量 不安的只有垃圾民進黨 只想搞政治鬥爭 硬要全部怪市長 也有人問民進黨完全執政 快要八年 有讓台灣百姓安心的過日子嗎 好最近也要關注一下健康的話題 諾羅病毒在肆虐喔 而且傳染力很強 容易引發群聚感染 專業醫師呼籲要做好個人環境清潮 而且恐怖的是 酒精殺不死諾羅病毒 所以就要選擇能夠有效對抗諾羅的抗菌液 旺旺出產的水神抗菌液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擁有SNQ國家品質標章 通過了多項實驗認證可以有效對抗諾羅病毒 抗菌率高達99.9% 溫和不刺激成分天然不傷害皮膚也沒有刺激的味道 使用過後還原沉水友善環保 保護家人現在就立刻行動到快點購 來下單旺旺水神系列抗菌液 無論是兩公升五公升還是十公升家庭號大容量 都能夠選購 而你知道台灣人最喜歡吃的保健食品是哪一種嗎 答案是益生菌一年的市場消費額超過了43億元 很多人靠著益生菌來調整生理機能保持腸胃健康 也有人是靠著益生菌來幫助入睡 益生菌還有哪些功效又該怎麼吃 讓醫生告訴大家 最受國人青睞的保健食品益生菌 除了維持消化道機能幫助入眠 就連季節交替面對過敏耗發的情況也能幫助調整體質 比如說對於腸胃道的一些症狀 甚至對於免疫的一些改善 還有包括睡眠情緒 以及新陳代謝的這個部分的影響 在日常保養我其實也會建議針對益生菌來做補充 也會對於過敏體質有一些的幫助跟改善 醫師表示 選擇特殊菌株的益生菌 可以藉由改善腸道環境 讓血清素的分泌吸收更穩定 增加生成睡眠 提升睡眠品質 克菲爾益生菌呢 它本身就會生成Gaba 還有這個血清素 另外一個退黑激素也是它的殘污之一 那大家都知道退黑激素對於這個幫助睡眠 調整時差都有它的好處 另外台灣素食人口高居全球第三 單素食料理中常常會有許多高油高鹽的再製加工品 醫師就提醒吃素族群也可以選擇素食型的益生菌來調整體質 比較高油高鹽的一些再製品 那這些食物就比較容易引起體內腸道的發炎 所以我認為素食者 他非常的適合來補充益生菌 一方面是因為素食者他的這個青菜水果可能就吃的比較多 那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益生源 那另外呢我會建議的話 他也要減少這些油炸類或這個再製品的這個攝取 每日定時補充益生菌 除了選擇足夠的劑量搭配不超過35度C的開水 平時維持良好作息都有助於提升益生菌的作用 好520新政府上任前夕AAT主席羅森伯格是第五度訪台 沒想到在拜會蔡英文及賴清德時 看到了居然是全程翘著二郎腿 對比賴清德震驚為座 曾將怒轟 美方完全背離國際禮儀 根本是把台灣當成了小弟 以止氣死 AAT主席羅森伯格520前夕五度訪台 在總統府分別拜會蔡英文和賴清德 但這一幕卻讓網友打炸鍋 羅森伯格和賴清德面對面座談時 賴清德是90度挺著背 規矩直坐 但羅森伯格卻是靠背大翹二郎腿 鏡頭拉開再看一次 對比昨天總統賴清德的政經為座 羅森伯格簡直是大爺坐姿 網友炸鍋批評這美國人是把自己當主子嗎 美國大使進總統府這樣做 是當自己家還是太囂張 你進白宮見自己的總統敢這樣做嗎 完全違背我們所認知的外交禮儀 羅森伯格是用親差大臣的姿態來訪問台灣 參議員眾議員 有些也是從翹高二郎腿 只差沒把腳放桌子上 上國對下國移植氣死 我叫你幹嘛 你看我就來監督 美方代表羅森伯格 不只對賴清德俏叫 連總統蔡英文在致辭時 AIT處長孫小雅 也跟著羅森伯格一起俏擊二郎腿 讓人看得沉默結舌 對美國就是抱著大腿 美國就吃定你啊 太驕傲了 就任前夕賴清德前進橫山指揮所視察 金門實彈射擊也暫緩 似乎有意要緩和兩岸關係 羅森伯格提醒 希望台灣能維持兩岸現狀 但網友諷刺 要把台灣當成火藥庫的 不就是你美國嗎 這意思就是我叫你打才能打 別自己搞台獨先打起來嗎 叫你去挑釁他的時候 你去挑釁他 叫你乖乖聽話的時候 你乖乖聽話 就維持目前這樣 不戰不合 最符合美國的利益 南韓的總統想要跟北韓合 老美都很生氣啊 為什麼可以啊不行 因為這樣美國就沒有角色了 沒有地位了 他不會以你的利益為最大利益 他是以他自己的利益為最大利益 他就提醒新政府面對美中台三邊關係 至少要等距 我是主張美中等距 就算不等距 你也不能太偏廢 那民進黨現在是百分之百親美 對大陸是零分 老此不想往來不是一個辦法 兩岸關係攸關全台百姓安歸 賴政府即將上台之際 恐怕得想清楚 是否還要繼續對翹腿大跌的美國 言聽計從 記者黃俊徐國豪 SN小組 台北報導 立法院司法法治委員會審查 各個黨團的國會改革法案 民進黨團認為各個版本差異很大 建議加開公聽會討論 國民黨團則認為民進黨根本 只是想要拖延時間 好時事評論員 黃陽明就找出了過去 在野百合學運時代 現場發放的快報文宣 上頭就清楚的寫著 別讓立委成為看門狗這樣的主張 他認為民進黨內很多人 當年都是參與過野百合運動的學生 但如今掌握執政權之後 綠營立委們卻各個全都變成了聽話的 看門狗 只會幫行政部門護航 民進黨主張國會改革 根本就只是做做樣子罷了 2015年民進黨執政其中一個很重要 他們要做要推的國會改革 結果最後呢只推了一件事情 就是大概就是把國會能夠轉播直播 然後把協商變成透明化 然後最後就是立法院長中立沒了 其實他都沒了 他的國會改革只有告一段落 因為他說剩下的我們提的主張 通通都會違憲 所以我們就不推了 那這叫什麼改革決心啊 當初連蔡英文自己都在臉書上面貼著說 他要主張什麼樣一個進步的國會 透明的國會 開放的國會 進步的國會 透明的國會 這都是蔡英文講的 要聽證調查權要什麼的 結果只要他執政的時候發現 糟糕不對 立法院不可以扯我後腿 所以都不要羞 因為以後他們就是怕 萬一有像今年這樣的狀況 民進黨在國會沒有辦法多數了 很抱歉 立法委員不能變成有牙齒的老虎 要變成聽話的看門狗 這是野百合時代 他說別讓立委成為看門狗 這是野百合他們學運時候的那種快報 就在現場發傳單 當初野百合時代是用這個方式 是說不要讓立委變成看門狗 結果現在民進黨執政之後 他們要做什麼 他們就是要讓立委變成看門狗 因為這一次民進黨又贏了 他們就覺得政權又是我的 我永續執政越來越有希望 所以他們會希望國會絕對不要有權力 國會的權力越弱 這個行政部門就越強 民進黨他執政了 立委就要幫行政部門護航看門 這個邏輯何在 所以我說這一次的國會改革的修法 其實就是一個造謠記 看出原來民進黨過去所主張的 你們當初反對國民黨的 這些威權同志等等等等的 然後說什麼立委是投票部隊 結果通通應驗在你民進黨身上 說穿了你也不過就是 另一個威權的政權而已 來看看社會焦點 台北市大安區京縣碰瓷二人組 在路上隨機找機車騎士 製造擦肩碰撞摔飛爛手機 再要求賠償 由被害人掏出了1500元想付錢了事 但事後越想越覺得奇怪 沿路調閱監視器才驚覺被騙 警方追查到兩名嫌犯 至少有四個人受害 光頭男在北市大安市民大道上的人行道 邊走邊講電話 不料這時一名機車騎士騎車經過 兩人擦肩瞬間 光頭男手中的手機 立刻噴飛老遠 蘋果手機甩爛在地 支離破碎 光頭男氣炸了 要對方至少賠4000 一旁路人也狂勸賠錢了事 道歉再道歉 騎士當下嚇傻了 無奈掏出1500元來消災 他說那兩個人長相很兇 抓住他不讓他走 然後他害怕 就把手帶的錢全部都打給他 騎士事後越想越不對勁 調監視器後驚覺這光頭男跟助陣的路人 兩人根本就是一夥的碰瓷擋 事前還一起在路口找下手目標 一左一右壓縮騎士通過空間 回一南手就一聲 手機就瞬間噴飛 整個動作相當熟練自然 會被抓包 就是因為不只一人受害 明明兩人根本沒碰到 怎麼可能撞飛對方的手機 被害女子當下覺得怪 馬上打電話求救 報警後警方逮到碰瓷二人組 原來詹姓及張姓嫌犯缺錢買毒 用兩支壞掉的道具手機 一搭一唱找騎士下手 受害人數粗骨四人 詐騙金額至少八千元 兩人訊後都被依詐欺 恐嚇取財 以及毒品危害條例 移送地檢署偵辦 這裡請一採山長報導 南投魚池箱 有一條保育類的黑莓緊蛇 居然跑進了民宅之中 屋主急求救消防 上演了人蛇大戰 畫面上可以看到 所有人是圍著一台電焊機 不敢大意 隨後有一名勇者 他揭開了鐵蓋 裡面藏著一隻肥大的蛇 蛇被嚇了一大跳 連消防也被兇猛的蛇 嚇得哇哇叫 雖然這條黑莓緊蛇 張著尖牙利嘴 不斷示威想嚇推眾人 但等還是被回過省的消防 用捕蛇夾順利抓住 帶回保護管束 清明節吃潤餅 但是有網友驚訝說 潤餅裡怎麼會包著油面 這是南部的特色 但不少南部人 卻說根本沒吃過 不過吃過的人也大讚 說口感超級好 而且很有飽足感 南北潤餅加料大不同 但不管加的是什麼料 恐怕都要小心熱量爆表 四大熱量地雷 其中一項就是油面 恐怕吃這麼一捲 得跑步兩個小時來還債 親明節吃潤餅 老闆手速超快 高麗菜 豆芽菜 香腸 配菜還有這一味 鄉下還有 特色油面一把抓 夾進潤餅捲起來 民眾吃得超滿足 因為加油面的潤餅 似乎只有南部獨有 就是南部特有的特色 就是有飽足感 有的人沒有吃過長千以後 就會習慣一定要包麵 自稱也是南部人的網友 看到油面潤餅超吃驚 說自己沒吃過實在太好奇 網友回應超熱烈 什麼油面而已還一定要蛋酥 超好吃你不懂 加油面就是澱粉加倍 這樣才會飽 加油面口感超棒 加炒麵好吃到天堂 一般春捲幾乎都是加蔬菜 鋪上香腸後撒上花生糖粉 但南部人愛油面款 和北部大不同 雖然潤餅蔬菜量多 但隱藏的熱量恐怕很驚人 四大熱量地雷 入肉油脂高 紅燥肉就是油炸的 最常見的香腸是高納加工肉品 而油面加進去澱粉超標 清明潤餅加油面 口感加倍 但恐怕也熱量爆標 記者高雄台南中不倒 我自己有在用手機掛繩 因為我有兩個小孩 基本上帶小孩出去的時候 會大量的時間 都要拿手機出來幫忙拍照 拿手機出來查東西 那以前沒有在用 就是放在口袋 其實很手忙腳亂 它那個有像計程車的小Logo Live 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就是讓我看到的時候發現 我會特別想要看一下 就是它有三款顏色 不會有哪一款 你覺得搭起來很怪 甚至顏色比較跳的 像黃色跟紅色 平常穿著上面都很搭 年輕爸爸們其實是蠻適合 可以拿來試用 就你穿什麼衣服都很搭 而且你今天背著這個東西出去 老婆如果突然間 Cue你要查什麼資料 或者是你要拍照 你就不用手忙腳亂 搞到老婆不耐反正 就不會被罵嘛對不對 好康五村想不停來囉 春遊怎麼能不吃甜食手搖引呢 推薦您放心享受 美食的超級好朋友 每日完勝 白聖豆萃取物口含定 維持健康基礎超容易 請上好康五村專區聰明下單 任選三件折150 五件就折300 快點購現在買最划算 好康優惠真的想不停 多變了天氣 一頂帽子讓你溫暖又有型 戴上中天文創 Keep going休閒運動帽 跟家園主播一起帥一波 拿在手上成為時尚配件 隨性搭出個人風采 粉色運動帽搭配同色系背包 都會新女性也可以很柔美 個性黑帥性做自己 你就是閃耀的焦點 中天文創品牌 Keep going系列運動休閒帽 個性黑櫻花粉奶茶色 三款配色即刻入手 請上快點購 有您的支持 中天Keep going 歡迎加入1700 中天整點新聞 我是劉悠佳 繼續接下來的這個小時 還是由我為大家服務播報 我們也還沒有換教室 大家先不要走開 繼續留在紫萍包廂 一起來互動聊新聞 立刻看到了惠穎頒 班長慶張 還有來自新加坡的鐵粉 Kevin Singh 還有品名也在 好 看到還有李大中 剛才好像點過人為 還有看到你了 吉祥新你也在 好 請大家持續的幫我們按讚 還沒有按的趕快按下去喔 然後連結趕快的 多多分享推播出去 讓大家趕快來進來 一起來收看中天新聞 我們幫大家整理了 很多時事話題 包含了現在炒得最熱的 保齡茶市 好 今天有了一個 很驚人的重大進展 原來說這個米酵菌酸 毒源是來自他的手嗎 好 相信已經很多人知道 就是那名越南籍的 胡姓代班廚師 來看一下今天有哪一些進展 現在幾乎已經可以肯定的是 保齡茶市 他的責任跑不掉了 因為今天台北市府 已經最新證實 透過了環境跟生物激震 已經驗出了 的確有米酵菌酸 更驚人的是 廚師手上也驗出來了 好 那大家還很困惑的一個疑點 今天也有了初步的答案 不是說好幾天 連日來都有案例 是這個米酵菌酸中毒 但為什麼唯獨 就是在3月20號那天 賣出的果條等等的 都沒有人回報有出事呢 賣出了七盤都沒有病例 原來是因為當天 廚師有拆封了一包全新的食材 讓這七名顧客 很幸運的逃過一劫 那再來看到 剛才說到廚師的手上 為什麼會有米酵菌酸 難道這種東西 可以在人體上殘留這麼久 那大家也好奇 那為什麼這名廚師 本身沒有事啊 到底是什麼原因 好 來看專家解惑 這個醫生江冠宇他說呢 刀具是會頻繁的清洗 專業的廚師 應該也會不停的洗手 所以呢 他個人認為 這個生產毒素的源頭 應該還是在砧板上的嫌疑最大 但是稍後我們也提到 砧板上並沒有驗出來 所以這背後真的是 很多疑點蠻懸疑的 醫生蘇伊峰也表示 米酵菌酸可以在環境當中 保存很久很久 那麼這可能也說明了 為什麼廚師在事發四天之後 手上居然還驗得出米酵菌酸 而且呢 環境跟丟掉的舊料理 都有米酵菌酸 持續的被這名廚師接觸到 那意思是說呢 這名廚師他就算過程當中 有好幾次的不斷的清洗手部 可能都不容易完全清除 可能網友的疑惑 也是大家心裡的疑惑 好今天居然是 是人廚師的手上驗出來 覺得很扯 那正常在廚房裡頭工作 應該是不停不停的洗手 結果居然是手上有存留 這個米酵菌酸 所以大家還覺得 一開始都說是果條有問題 後來又說 可能是醬料的問題 怎麼樣都沒想到 這個問題的源頭 會是在廚師的手上 很多人也跟我有同樣的疑惑 為什麼這雙手的主人 本身沒有中毒呢 好很希望中央或者是專家 來陸續可以給大家 更肯定的答案 好來看到這個法醫 翁德儀他也說了 奇怪的是呢 廚師的手上有驗出來 但是廚師的手 會去碰到的砧板跟兩個刀具 都沒有驗出米酵菌酸 好因此呢 他認為一定是廚師的手去 接觸到了某一樣食材 才會進而碰到這個毒素 至於是哪一個食材 出了問題 到現在還是不知道真相 不過至少已經能夠證明 毒素確實存在於保齡茶室當中 四個檢體裡面 在廚師的手上面就的檢體 那這個檢體是有培養液跳過的 然後都可以驗到這個米酵菌酸 那我們就可以證實 這個米酵菌酸曾經出現在 在保齡茶室A13店 因為現在沒有食材了 食材3月26日食藥署去採的時候 就已經說3月19到24日的食材 都已經吃完了 都沒有東西 沒有剩餘食材 所以環境裡面砧板那些並沒有 就只有廚師的手摸過 所以只有廚師的手用 他如果食材都在 他每一天都會碰到 那我們這個植捕魚是非常非常靈敏的儀器 所以廚師手我們不可能洗得完全乾淨的情況下 我想一天前存在廚師的手上 現在還測得到是很合理的 東西來源不是在廚師的手上 而是在他處理的某個食材 廚師只是一個媒介 他只是拿起來放到鍋子 不是說原來這個代言者是廚師 所以對廚師的健康也應該沒有特別的影響 當然廚師也沒有來檢查 也許我們把廚師的血液拿來檢驗 也身上有可能也驗得到 只是他量可能很低 好 所以剛才專家也解惑了 這名廚師本身並不是代言者 而是他的手變成了一個媒介 他的手去碰觸到了米酵菌酸 形成了一個傳播的途徑 那法醫高大臣他又是怎麼認為的 他認為應該要去調查 哪裡的米酵菌酸濃度最高 就代表最接近源頭 他也質疑了 事隔四天 這名廚師的手還能驗得出米酵菌酸 恐怕是因為廚師在事後 還有在整理問題食材所導致 就是說他在切菜的時候 在蒙佐料還是怎麼樣 其實他就有爛到米酵菌酸 是不是濃度沒有多 所以他沒有死 不然照理說你三四天還要去查 他還有存在的時候 表示三四天前除了他都不洗手 三四天前他的濃度很高 他怎麼會沒辦法 還是他發現出事了 他去經理那些食材 還是那些佐料的時候 去沾染中 你要看看哪一個濃度最高 濃度最高的就是源頭 接近源頭最近的一個東西 是有豆子 還是砧板 有可能這個廚師 因為有廚師嘛 這個新的是不是比較喜歡 他比較喜歡用比較特色的食材 那些特色的食材 那些特色的食材很久不可以了 然後裡面不需要尖酸 問這兩個廚師的習慣性 或是後面這個廚師 有特別去用到哪一個佐料 或是用到哪一個東西 的話可能要找源頭 會比較容易一點 所以你還是認為廚師知道 是哪一個有問題的 我的感覺 他不是知道 他心裡有數 他會想說 他不會這個 所以他趕得錢錢的 然後我拚到的手 這會有多少減 就是米肖天山 不然你經過的時間 你如果不中東 你又不洗手 這不可能 你如果一開始就摸到 你經過的時間 你就放棄了 好現在應該是中央跟地方 一起聯手合作 趕快找出事實 真相的時候吧 結果看到了 民進黨的小編 在網路上PO出了一張什麼 好看到蔣萬安的頭出現 然後他是喊著 中央快救我 小編說蔣萬安最近真的是 有點倒霉啦老實講 好發生了很多事 包含了這次的 保齡中毒事件 還有說蔣萬安任職 近兩年來至少六起 道路坍塌 九個月來拔起重大公安意外 然後批評台北市 實安公安連環報 說台北市民心不安 好所以現在變成了 整個大家都在關心的 實安事件 居然又變成了民進黨 在操弄了一個帶風向的工具 現在要來 矛頭對準蔣萬安 要來狂酸了是嗎 好徐曉鑫立刻出來 反駁 講出了真相 一個時間軸告訴大家 這次呢 終於驗出了米酵菌酸 是在廚師的手上 但大家要搞清楚 查明這個事實真相的 並不是衛福部的功勞 才有了進展 而是因為台北市政府 早在3月24號 第一時間就收到了通報 就到保齡查室的現場 來積查 才能夠得到這項證據 然而中央是在 兩天過後的3月26號 才來進行積查 而這些證據 早就已經沒有了 好結果現在呢 民進黨居然反過來 說台北市府慢了N拍 他想問到底是誰慢 他也提到了啊 這個王必勝說呢 因為事情發生之後 老實講啊 這個衛福部的 從上到下 真的大家壓力三大 忙翻了 包含了過年期間的 瘦肉精事件 還有蘇丹宏事件 再到現在 這個保齡中毒事件 真的是事情一件 接著一件來 從全部的人 都在忙著加班 但是看到了王必勝 前幾天 他在下班之後 跑去參加這個樂團的演出 那徐曉欣就認為 當然官員私人時間 是可以有自己的活動 但是你想想 最近接連發生了 這麼多的事情 在這種緊急的時刻 你這樣是何疑的嗎 好結果呢 今天看到的是 衛福部的這個薛瑞源 是出來替王必勝來護航 所以呢 徐曉欣就自我嘲諷了一下說 原來是我大驚小怪 畢竟王必勝疫情期間 可以跟小三出去玩 陳時中也是在疫情期間 喝紅酒 說起來這恐怕 也是衛福部的老傳統了 抱歉是他大驚小怪 我們都應該習慣這些事情 好這個綠營立委 吳思瑤說 立委的職權有這麼大 居然還可以管到官員 下班後去幹什麼 有這種過當的逾越監督界線 非常侵犯個人隱私 好開始在大護航了 好我們就看到 剛才祈禱的這個王必勝的話題 基層都忙著追查 米酵菌酸的源頭 王必勝呢 他是在3月29號 晚上下班之後 跑去聽爵士院玩Bang 那徐曉欣這大酸 是自己大驚小怪 因為呢 剛才說到嘛 王必勝在疫情期間 跟小三出去玩 陳時中也是在疫情期間 大喝紅酒 那麼王必勝 接受電話訪問時回應 閒暇時從事休閒活動 可受公平 他對於公務很努力也很勤奮 自己很有把握 王必勝他在疫情期間 都可以跟小三出去玩 然後當時在調查 西布特羅事件 也是他的事嘛 然後他也是出去玩 他去日本玩吧 那所以這次在保齡安調查期間 就繼續玩也是很正常的 王必勝次長他已經第三次了啦 疫情期間帶小三出去玩 然後調查西布特羅瘦肉精的時候 他也是出國旅遊 保齡安在調查期間的時候 因為他晚上也很有興致 可以繼續喊放 畢竟他的前輩陳時中 都也是在疫情期間 也是在下班時間 可以喝紅酒對空鳴槍 這算起來也是衛福部的老傳統的 當地方前線的人員 這麼辛苦的機場 我知道晚上幾乎都沒有什麼睡覺 基層第一線的工作者 會不會內心覺得怪怪的 其實那天我記得 我還有開了一個記者會 後來我才處理完 我才看到會場 這是從前的夥伴 那他們辦活動我去致意 那我也沒有演奏樂器 也沒有唱歌 我只是去跟大家說說話 然後聽他們演奏 大概總共一個多小時吧 每個人都有 也有公余工作 或現場的資金也都有 總是會參加一些各種的活動 我想真的不可以說 守社會很公平 我在公佈上 其實一向都很努力 我覺得大家其實應該也都 多少都可以理解 我想在處理各種的政府上面 都非常的平等 就是我自己也很把握 好 跟風頭上的人物王必勝 有了最新的PO文 有關於保齡案食材及環境檢驗 王必勝在社群也做出了說明 他說在3月24號 台北市衛生局前往稽查 並帶回了菜刀 水果刀砧板 以及廚師手部的採樣柿子這四件 而到了3月26號 食藥署則是會同北市衛生局 再次稽查 並帶回現場35樣食材 檢驗過後 並沒有發現米酵菌酸 而到了3月28號 得知往生者身上帶有米酵菌酸 疾管署才立刻再去店內做環境採樣 4月1號 食藥署收到台北市府 在3月24號採樣的四件四子檢體 那麼食藥署也對這四樣檢體做出了檢驗 結果與台大做的相符 只是廚師手部的檢體呈現出陽性而已 而值得關注的是 王必勝指出在3月30號 疾管署與食藥署前往某處做檢驗 但是他卻不肯透露這個某處 確實是哪裡 王必勝表示 是因為案件偵辦中 所以不便說明 再來也是很曖昧 這經費到底用在哪裡 立法委員徐宇珍 今天在立法院 針對這個政府數年來的執政錯誤 諮詢審計部長 他表示當初進口雞蛋 卻又銷毀5773萬顆雞蛋 浪費納稅人血汗錢 而數位身份證暫緩執行 卻已經支出了13億3000萬元 每一年還要多編6375萬 來支付暫停執行所需的費用 還有台電的電價調漲 明明是因為錯誤的能源政策 結果要全民埋單 徐宇珍他就呼籲審計部 要好好查明真正虧損的原因 匡政綱計為痛苦的人民把關 好 所以現在焦點 再來看到這個數發布 行政院在2020年 啟動全面喚發 數位身份識別證作業 因此外界對應用面 存有資安疑慮 到了2021年1月 就決定要暫緩喚發的計畫 立委徐宇珍質詢時就表示 估算政府已經花費了 將近14億元的公帑 監察院審計部審計長陳瑞銘 在答詢時也表示 這筆估算費用 確實和審計部的數字相當 徐宇珍就痛批 針對一個已經要暫停的計畫 還要花這麼多的錢 根本是在浪費公帑 浪費人民納稅錢 這個都已經要暫停執行的這個計畫了 我們每年卻要編 六千三百七五萬九千元 所以針對這個部分 他是說有四千萬是攤提計畫 兩千三百多萬是 我們的營運費必要的費用 可是喔 我們現在已經跟這個數位 身份證的得標廠商解約了 未來就算再重新招標 也不見得是同一個廠商得標 那以這樣的狀況 硬製機器也可能必須要重買 所以我們現在每年花費 可以數千萬元去維護保養 維運這個契機器 審議長認為合理嗎 委員都看我和我們一樣 我們現在請那個內政部啊 這一點要做一個正確的解釋評估 請審議長一定要嚴格的監督內政部 針對這個部分 不可以再浪費 我們這個納稅人的這個 這個辛苦的這個血汗錢 因為事實上 現在的經濟非常的不好 那結果我們居然 為了這個事情還沒做 就花了十三億三千萬元了 未來每年還要編六千三百七十五萬元 真的是非常的浪費公堂 來看到雲林有一位阿嬤 把價值上百萬元的黃金藏在土裡 現在想起來 結果已經忘了藏在哪裡 只好對外求救幫忙尋找黃金 金光閃閃的黃金項鍊 是七十多歲阿嬤她珍藏的寶物 七八年前她把黃金項鍊 還有其他的金飾都放在盒子裡頭 用布包起來藏在土裡 而最近眼看國際金價持續飆漲 銀樓金價牌告賣出價 每錢值逼九千元 阿嬤就想著趕快把黃金賣掉 結果卻忘了當年到底藏在哪裡 緊急向鄉公所求助 最後是借來了金屬探測器 花費了一個半小時才找到全部黃金 約十六兩重 市價一百三十多萬元 還好黃金找到了 也讓阿嬤鬆了一口氣 新北市領口今天上午 則發生了一切驚悚的車禍 一名六巡男子開車在孫女上班 在行經文化一路一段 吉利園一街口時闖紅燈 當場撞飛從帶轉區起步 同樣載著兒女出門上學的 兩名機車騎士 一共四個人受傷 幸好都只受到輕傷 並沒有生命危險 肇事駕駛坦言 他是一時謊神 沒有注意到紅燈才會撞上 確切的車禍原因還有待釐清 中間是愚人節 結果出現了這樣特殊的意外 在高雄大寮區 有一名騎士大喊 看見鬼了 接著連人帶車慘摔進水溝 還躺在機車上 一名七十歲阿伯 尋田水摔進了兩公尺深大牌 還有疑似情侶吵架 女方居然下車闖入馬路 霸占車道慢慢走 水溝裡居然躺著一名男子 連人帶車摔下去 嚇壞趕緊報案 其實躺在機車上好像動彈不得摔得 全身傷手還骨折 原來是過彎自摔 失控衝進水溝 民眾還聽到騎士不斷狂喊 看到鬼了 真的有夠詭異 一名阿伯躺在水裡 民眾叫喊他也只能動動手 完全爬不起來 阿伯側躺守護著頭 居然是孫殘醉 不小心摔進兩公尺深的大牌溝 這個阿伯已經七十歲了 民眾不敢大意通報警消救人 阿鳥咧這個是 駕駛停在路邊看見一名女子 亂闖大馬路還霸占車道慢慢走 後面還有一台轎車緊跟護送 疑似是情侶吵架女生下車徒步走 就連一旁有大車經過都沒曬帕 走在路中間 嚇死人 女子走在路中央行為 儲信臺幣500元 麻煩 疑似吵架氣風下車衝到路上亂走 阿伯孫殘最意外跌落水溝 騎車見鬼自摔 愚人節發生離奇意外 地點都在高雄大寮區實在太巧合 記者聰沛城郭宜貞高雄報導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張若瑜 你知道肌膚年齡可以自己決定嗎 25歲之後 膠原蛋白流失速度將大於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臉 吃的保養最重要 皮膚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麗來自於內在 實際研德國專利膠原蛋白生態 快點購全台獨家販售 德國專利原料進口成分天然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2000磅爾噸 小分子好吸收 重金屬 西藥檢驗 SGS檢測全過關 品質安全有保障 一天一包Virisol女神專用膠原蛋白 無論你是想維持肌膚Q彈 甚至產後補充都十分推薦 在這裡想告訴大家 這不是藥 保養習慣就要從現在開始 90天青春有感計劃 擁有彈性美肌超級Easy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賞有更多的額外優惠折扣 感恩再感恩 感謝有你們加入中天志工團隊 在世界各地無私的推廣中天新聞網的APP 讓中天前進的每一步 都因為有你們而更加踏實 好 以下就要來感謝點點名上榜的志工名單 謝謝第一名 很可愛的名字叫做我不是胖 是可愛到膨脹 第二名是米優 第三名是Cynthia 還有第四名是約書雅 第五名是Rosa 第六名是詹仙東 那麼店家拍檔的部分 第一名是林永芳點線面食館 第二名是非比尋常 第三名是優品生活家 第四名是四海遊龍自立店 第五名特洛伊和朋友 以及第六名Y23創意手作 多一個下載就多一份力量 任何一個努力 對中天新聞來說 都是非常重要的 也再次的謝謝大家 好 再來關注到另一個消息 是準總統賴清德 在國一個多月就要就職了 新的內閣成員也會跟著上任 而最近有消息傳出 可能接任國防部長 其中一個人選 就是現任的國安會秘書長 顧力雄 時事評論員歷史哥分析 顧力雄並沒有國防跟軍事方面的專業 一個法律出身的人 卻能夠擔任金管會主委 黨產會主委 帶到現在的國安會秘書長 靠的就是他跟總統 蔡英文之間的良好關係 而這次叫顧力雄接掌國防 不一定也是蔡總統的旨意 賴清德就算再怎麼不滿意 也只能忍氣吞聲默默成熟 簽名年假後公佈首波的人事名單 可能傳喔 現在傳最兇的是誰 顧力雄 不是很荒謬嗎 顧力雄就是百分之百 蔡英文的鐵桿的人 而且他要接的竟然是國防部長 顧力雄何德何能可以接國防部長 大家都在問 請問他懂軍事嗎 請問他當過多少人兵呢 他到底對國防有什麼樣貢獻 做國安會之後 就已經有國防專業了嗎 不是嘛 因為顧力雄跟王美華這對夫妻 就三不五時去AIT報道串門子嘛 這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所以顧力雄就是美國在台灣的整個 掌控網其中一個重要的節點 那賴清德為什麼遲遲不敢宣佈呢 都給你用船的呢 賴清德當然不想要用顧力雄啊 我給你用顧力雄 那我賴清德當什麼總統 我酸給你酸他這麼辛苦 我的主宅都差點被挖掉 那我沒有人會願意吞這個 尤其是賴清德這種個性 是不可能願意吞的 但他現在不吞也得吞啊 190給他的教訓就是 不吞你會受到 蔡英文的嚴厲制裁 所以呢現在吞一半 此此不鬆口 大家還記得我上次不是 給大家看那個很經典的 他們去看那個什麼 那個余齡劍的那一張畫面嗎 我記得那個余齡劍的 那個交件典禮的時候 那一張圖裡面啊 這個蔡英文呢 說浪半部給賴清德嘛 結果賴清德一臉猶愁 旁邊的顧立雄笑得開心 然後呢 管碧琳呢更是一副 我已經過關的樣子 結果你看 果不其然沒多久而已 顧立雄就傳出來 要接國防部長 所以蔡英文的這些人事 任命安排啊 我想恐怕對賴清德來講 非常的有壓力 準正副總統賴清德賴清 今天下午兩點到國防部 來聽取機密簡報 並且市導橫山指揮所 我們把時間交給陳佑 好主播各位觀眾 在畫面上面可以看到 在下午兩點鐘左右 準正副總統賴清德 和賴清德 和賴清的車隊 就抵達國防部 因為下午他們要聽取 國防部的機密簡報 國防部長邱國正也是親自迎接 根據了解呢 下午國防部除了 像賴消兩個人說明 國防業務簡報 據機密等級的台美軍購 還有重大建軍案件進度之外 包含兩岸軍事敵情 也是這一回的報告重點 而這一回跟著賴消一起 聽機密簡報的隨行者 也被解讀是賴政府 國安團隊的核心成員 因此是格外引發關注 而在聽完機密簡報之後 根據消息來源 在下午三點左右 賴清德也是進山洞 來市導橫山指揮所 等於說這個是破例 讓準總統第一次 安排市導橫山指揮所 不過相比過去蔡英文 聽機密簡報 還在國防部的大門公開 讓媒體拍攝 這一回賴消進到國防部 只讓媒體遠遠拍攝 車子進到國防部的畫面 顯然是刻意要保持低調 不過在簡報後 總統府也將發布新聞稿 以及相關照片 並且會附上隨行成員 屆時這些成員名單 勢必將會再掀起一波熱烈的討論 這是我們掌握到的最新狀況 好來看這畫面你有什麼感覺呢 520新政府上任前夕 AIT主席羅森伯格第五度訪台 但是他在拜會蔡英文和賴清德時 是全程翹著二郎腿 對比身旁賴清德的震驚為坐 專家著怒吼美方完全背離國際禮儀 根本把台灣當成小弟在遺址氣時 AIT主席羅森伯格520前夕五度訪台 在總統府分別拜會蔡英文和賴清德 但這一幕卻讓網友大炸鍋 羅森伯格和賴清德面對面座談時 賴清德是90度挺著背規矩直坐 但羅森伯格卻是靠背大翹二郎腿 鏡頭拉開再看一次 對比準總統賴清德的震驚為坐 羅森伯格簡直是大爺坐姿 網友炸鍋批評這美國人是把自己當主子嗎 美國大使進總統府這樣做 是當自己家還是太囂張 你進白宮見自己的總統敢這樣做嗎 美方代表羅森伯格不只對賴清德翹腳 連總統蔡英文在致辭時 AIT處長孫小雅也跟著羅森伯格 一起翹起二郎腿 讓人看得沉默結舌 對美國就是抱著大腿 美國就吃的你啊 太驕傲了 就任前夕賴清德前進橫山指揮所視察 金門實彈射擊也暫緩 似乎有意要緩和兩岸關係 羅森伯格提醒 希望台灣能維持兩岸現狀 但網友諷刺 要把台灣當成火藥库的不就是你美國嗎 這意思就是我叫你打才能打 別自己搞台獨先打起來嗎 專家就提醒新政府面對美中台三邊關係 至少要等距 我是主張美中等距 就算不等距 你也不能太偏廢 那民進黨現在是百分之百親美 對大陸是零分 老此不想往來不是一個辦法 兩岸關係攸關全台百姓安徽 賴政府即將上台之際 恐怕得想清楚 是否還要繼續對翘腿大跌的美國 言聽寄從 記者黃俊徐國豪 SN小組台北報導 最近越來越濕熱 各種病毒蠢動 疾管署在今天公佈了 今年的第一例 常病毒重症個案 是一名南部七個月大的女婴 在三月中旬 她出現了發燒嘔吐 嗜睡 伴隨意識不清 口腔及四肢 有小水泡等症狀 緊急收治兒童加護病房住院 經過通報檢驗 確認感染到的是 常病毒克沙奇A10型 治療後已經出院 返家休養 另外呢 今年也出現了首例 侵襲性B型嗜血感菌 感染症確定病例 是一名南部八十多歲女性 為機構住民 目前還在住院治療 再來看到是海巡 攔截到了人蛇集團 有一艘船載了15名偷渡客 一個人收15萬元 一整艘船暴利200多萬 有台灣人蛇跟大陸對接 將15名越南籍男女 載來台灣 選在台南外海搶攤上岸 當場被攔下逮捕 海巡靠近船隻冒險登船 滿多名員警緊跟在後 一進去船艙不得了 船內隔艙集滿人 總共15名越南籍偷渡客 被當場抓包 馬上接護上岸 穿背心排排坐 一個都跑不了 根據了解這些偷渡客 先從大陸福建沿海 由蛇頭用木船送出海 五名台籍人蛇幹部開 傑西號在海上接應 把人搶進去隔艙躲 四機登陸台灣 一人收15萬一船 就賺了225萬 由於該船會躲避岔氣 不斷變成海運接駁 多艘巡航艇實施攔截為伍 才順利在海上攔截該船 偷渡船隻企圖搶攤上岸 還沒靠近 就在七谷外海被逮到 五名嫌犯也被收押近艦 人蛇集團賺取暴力 一次就偷渡15人 以為神不知鬼不覺 還耍小聰明 變更航道路線 這下通通被送辦 記者金錢中郭怡貞 綜合報導 好再來還是要提醒大家 趕快來更新你手機裡頭的 中天新聞網APP 我們現在推出的祈福福袋 即時許願活動 還在火熱進行當中 讓大家一起來為您祝福 方式很簡單 點擊中天新聞網APP 首頁右下角好運龍 一共有五款福袋可以選擇 你的福袋會在鏡頭上秀出來 當然你的留言 也會在我們下方的跑馬燈出現 所有的斗內都請亮麗而為 所有的斗內 我們的歡迎都感恩 為於中立金埔的兒童美術館 將在4月3號開始試營運 試營運期間免費參觀 歡迎大家都一起來探索未來 打開無限的想像 好 大家都很關注前總統馬英九 目前人正在大陸進行參訪的行程 在兩岸正處於兵凶戰危之際 馬前總統他背負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就是傳遞 傳遞這個台灣人民想要和平的一個訊息 結果呢現在被綠營 被我們的自家人不停的開酸 狂嗆馬英九狂酸馬英九 國民黨很想問你到底是誰的隊友 變豬隊友了 好 首先來看到現在很關注的就是 8號這場重頭戲到底會不會登場 馬席二會 那趙少康他認為當然會是重頭戲 應該會登場的 尤其現在在民進黨 還有共產黨兩黨老死不相往來的情況之下 他認為馬前總統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來接手前副總統連戰 成為之後藍營溝通兩岸事務的一個主要橋樑 不過來看到綠營現在怎麼酸 什麼都酸連紅地毯也要酸 來看到吳思瑶說 馬英九階級被降格矮化 為什麼他說2005年連戰訪中國大陸 至少是由當時的國台辦主任來接機 但這回馬英九只有國台辦副主任 而且連紅地毯都沒有走 綠營現在只能拿紅地毯來酸 國民黨政策副執行長李永平他說 馬英九這次去到底是在幫誰的忙 現在大家都知道賴清德520就要上任了 兩岸之間的關係卻是非常的緊張 那馬英九去當然可以幫這個兩岸之間很緊張的氣氛 來做一個和緩的角色 來聽習近平會傳遞一個什麼樣的資訊 是一個很重要的中間橋樑 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但偏偏民進黨在這個時候 還能夠對馬英九冷嘲熱諷 他真覺得民進黨的臉皮也真的是夠厚了 非常生氣 歷史哥也說了 賴清德日前參觀了無人機國家隊 還記得嗎 土耳其製的demo機上面出現了 Made in China這樣的一個字樣 你號稱是抗中保台 結果你現在自己的無人機國家隊 產品是Made in China這件事民進黨 好像現在也有點自覺慚愧 不知道該找什麼理由 結果馬英九這次去 不知參訪了大江無人機嗎 大江總部馬英九去了 對方也高規格的接待 結果這些畫面看在民進黨的眼裡 成為了最大的痛腳 如同在綠營的傷口撒鹽 難怪民進黨現在要猛批 再來看到 綠營的立委陳冠廷也說 馬英九你去都是參訪一些 被西方國家打壓 被列為黑名單的一些公司行號 你這樣是在抹黑台灣的形象 蕭旭成他反擊 說什麼西方會有什麼錯誤解讀 是非常離譜的說法 他認為台灣的年輕人 不會被民進黨洗腦 不會接受台灣自我封鎖 固步自封 4月8號馬席二會 這個亮哥也說了 習近平為什麼要見馬英九 因為他也不是沒見過 其他地方的卸任元首 會見馬英九 不只是因為馬英九本身份量夠 而且馬英九的路線也清楚 因為上一次的馬席會 雙方之間奠定了 非常重要的一個信任基礎 好 那麼來看到馬英九 今天的最新行程 是在稍早的下午兩點半左右 抵達了國父孫中山的故居 並且舉行了獻花儀式 那麼這次是由國台辦 副主任潘賢長來陪同 我們交給記者子瑜 是由團結均富統一的中國 讓國家更興盛 為人民謀幸福 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 都是炎黃子孫 當年孫中山先生念資在資的 許多建國的主張 如今都已陸續分別在台灣與大陸實現 我深切期望兩岸因共同合作 避免戰爭 致力和平 奮鬥 振興中華 共創和平繁榮 這也是我們這一輩中國人最大的願望 馬英九的一番談話 沒有提到中華民國或是民國二字 強調的是兩岸與和平 行程結束後 一行人前往港珠澳大橋參觀 晚上行程參訪白天鵝賓館 以及會見廣東省委書記黃坤明 以上是現場最新情況交還給棚內主播 無色覺醒超越藍綠白 人民要過好日子 繼續要來關注的是 台北保林食物中毒事件出現的死亡個案 但是事件爆發至今還沒有辦法 查出這個毒素到底從何而來 然而民進黨立委及衛福部 卻只顧著批評台北市政府動作太慢 台灣市議員這個林濤就認為 台北市政府已經在第一時間做了 相關處置動作保障民眾權益 反倒是衛福部到底做了些什麼 身為食安主管機關 卻配合執政黨立委帶風向 要甩鍋給蔣萬安 難道這就是我們行政官員的態度嗎 在這種醫學的證據在釐清的過程中 可以看到衛福部什麼嘴臉 你吳思雅是什麼嘴臉 你吳思雅還要推更說 台北市24號慢了 那我問嘛 你衛福部到現在為止做了什麼事 現在大家想說如果是米酵菌酸 那麼你總是要驗出直接的證據嘛 因為你在這些亡者的身上 或是已經在食物中乳的身上 你驗出米酵菌酸 他只能算是間接的證據 依照台大法檢所的意思 是現在驗出了 這才能當直接的證據 那這些驗出來是誰扣押的 講歪呢 台北市衛生局在3月24號 扣押的環境檢體嘛 你衛福部做什麼事 你在講 講歪這麼慢 結果呢 來 第一時間吳斯亞在講說 你是26號才這樣宣布 如果是26號才通報 請問蔣萬安的是否 台北市衛生局 怎麼知道3月24下午5點 就到現場把這些檢體 都採證了嗎 如果你衛福部這麼厲害 這些檢出的 為什麼不是你衛福部 是台北市衛生局 然後你現在在講說 你3月26號查扣這些物證 還在向黃碧善的說法 還在做檢體 你慢了嗎 你自己慢 你還要怪蔣萬安 蔣萬安是否第一時間 正在查扣 正在把這個國泰 跟這個原版的保險 讓所有已經 食物中毒的民眾 保全他的權益 衛福部在幹嘛 帶風向 搭配立法院的民政黨立委 在幹嘛 推坑 這就是你食安主管機關的態度嗎 食安議題還要來關注到的是 日本小林治藥紅麴也延燒到台灣 目前統計一共下架了 266項商品還有6起的不良通報 針對日本食安問題 立委王鴻薇在臉書發文表示 根據衛福部食藥署資料 台灣受影響產品數量 已經來到了226件 包含像是大牌DHC 大延生衣也都中標 並且有6起的不良通報 呼籲國人要打破日本食安 乾淨衛生的迷思 衛福部長薛瑞源 他也承諾一週之內 會建立起求償機制 輕點受害人數 國人健康絕對不能開玩笑 再來也是健康的議題 不少人選擇高價醫美保養品 來維持皮膚透亮緊緻 但是有越來越多不想哀痛 或者是小資族 轉而選擇能直接補充 成分天然的膠原蛋白 但膠原蛋白怎麼吃你知道嗎 服用的時間很重要之外 還要搭配維生素C 讓營養師告訴大家 花大錢做醫美買保養品 哀痛還得商荷包 選擇補充膠原蛋白 要想發揮最大功效 營養師提醒 必須同步攝取維生素C 膠原蛋白在合成的時候 它是非常需要維生素C 作為一個輔媒一個幫手的概念 去幫助它合成 如果沒有維生素C的話 膠原蛋白的合成速度 其實是會下降的 甚至是會變得沒有辦法合成 在使用補充膠原蛋白的期間 我們也可以搭配 比如說 維生素C比較多的蔬菜或水果 那像是巴勒奇異果 這些都富含的維生素C 可以一起試用 營養師也補充 服用膠原蛋白 食肌點也很重要 最好在皮膚生長的黃金期 也就是睡前一到兩小時吃 至少要三個月以上 才能看到效果 我就會建議 初期使用的時候 可以一天兩包作為補充 加強保養 那等你吃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就可以改為一天一包的頻率 作為日常的保養 像旺旺食肌炎德國膠原蛋白 它就分為兩種 第一種呢 像是粉紅色這一款 我就會建議 搭配維生素C一起做使用 因為這一款呢 它是針對 需要養顏美容的族群 做設計的 搭配維生素C呢 對於膠原蛋白的 合成效率 會是更提升的 藍色的 則是主打 針對增強行動力的部分 在攝取上 飲食中 我們可以增加鈣質的攝取 像是牛奶 或是板豆腐 豆干這類的食物 這樣子可以更增加 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性全效 克菲爾醫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 克菲爾醫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醫生菌 所組合而平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 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 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醫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 聪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效 在今天你有沒有感覺到很熱 中午的感覺幾乎像是夏天一樣 從北到南的溫度都偏高 因為最重要風向吹著西南風上來了 那我們來看什麼 來看看今天中午的溫度 究竟有多高 最高溫的地方在彰化的田中 今天中午的溫度 到達了33.7度的高溫 第二高溫在高雄市 中午的溫度到了33.6度 再來台北市的溫度在33 而新北跟包含了台中的溫度 在32.7度 有沒有看到 從北到南都是中午溫度高 可是要注意日夜溫差偏大 西部跟外島地區 清晨都有濃霧的狀況 尤其在外島的馬祖金門 在明天的清晨相對的霧會比較濃 航班要注意了 但是到了後天的時候 隨著封面雲帶 剛好就在清明節開始要接近 但是真正比較明顯的降雨 會在週休假期 我們就來看什麼 看看真實色彩的雲圖了 從這張雲圖當中 就可以看到台灣上空天氣期 今天雖然有一些雲帶 逐漸的通過台灣 一些高空的雲層通過 所以南台灣12有些雲層通過 會把陽光遮擋住 可是因為風向吹 這是西南風 暖濕的水氣呆了上來 所以像在金門 今天一整天都是陰天 而且有矮的狀況 而到了晚上水氣更多 會變成霧 所以明天早上的航班要注意了 後天要飛往金門去放假的朋友 更要特別注意到 在金門跟馬祖 都相對的在這清明假期的時候 容易有濃霧的現象 接著來看到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面先來注意到 北方的雲帶 整個雲系的發展 主要在長江的流域 因為這裡是一道滋留封面 北方的冷高壓還沒下來 所以封面還不會往南移動 明天我們還是在封前的 西南風的影響之下 各地的溫度都偏高 不過這一道封面 到了禮拜四的時候 就要開始接近 台灣北方海面 當他到了北方海面的時候 我們的天氣狀況來說 降雨會在北部地區增多 到4月5號封面前半段走了 後半段停留在大陸華南 之後到了4月6號 7號水氣再進入 降雨在6號到7號相對的 就會比較明顯 尤其是7號到8號的時候 從北到南都會有雨 而到了下禮拜二 從南到北雨的部分 才會逐漸的停下來 接著來看到地面天氣圖了 地面圖上可以看到 支流封面已經開始出現了 而這道封面 就會在禮拜四的時候 開始要接近 台灣北部的海面 我們接著來看溫度了 先注意到 溫度狀況在中午 都是一個比較偏高的狀況 外島地區還算舒適 但是有農物在金門跟馬祖 台灣本島部分 北部34度 中部34 南部33度 東半部地區30度 全部天氣晴 小丁玲兩件事情要提醒 最主要一點在於說 清晨的時候 天氣雖然 但到了白天的時候 防曬工作不能少 還有一點 西部外島 在有霧的狀況之下 行車方面要留意 社會話題 高雄整形名醫 倪宗亨去年和太太 爆發離婚官司後 衍生兩人經營的診所 經營權之爭 而上午太太黃小姐出面控訴 先生持續酒駕 約炮偷拍 上班看謎片等四大罪狀 也讓倪宗亨在律師陪同之下 開記者會反駁 我們把情況交給記者婷妤 好的 直播高雄整形名醫 倪宗亨2017年酒駕事件落幕之後 原本和太太低調經營醫美診所 但卻在去年因為被太太懷疑外遇 雙方撕破臉爆發離婚官司 上午倪宗亨太太黃小姐 還出面指控先生四大罪狀 包括持續酒駕偷拍和商班看名片等 是讓倪宗亨決定不忍了 下午在律師陪同下出面澄清所有指控 那個事情我也付出了代價了 我也被收押 也賠了對方一千兩百多萬 然後我也去做社會公益 我跟自己發過事 我喝了一滴酒我就不開車 如果是有 他那個時候就去提高了 因為他那個時候就一直威脅我說 因為我有緩刑再生 我要弄你很簡單 對太太指控持續酒駕行為 倪宗亨是姓氏丹丹丹表示 自從酒駕事件過後 只要有喝一滴酒就絕不開車 認為是太太在雙方爭吵之後 刻意拿來扭曲事實 而對於在診間偷拍女同事換衣服 也有診所女員工幫忙出面反駁 我們身為員工其實都知道 一間診所的攝影機 大致上是都裝在哪裡 那一間診間的攝影機 它就是這麼大 工作的時候 其實大家就要換衣服 其實都會到廁所 或是診間旁邊的鞋櫃去換 我們不會到攝影機 下面的那間診間換 診所女員工還原真相表示 診所員工都知道哪邊有監視器 若要換衣服都會到廁所 而妮仲亨也出示手機表示 監視器都是她找人安裝 當然會有密碼也有權管理 更沒有偷拍或是密錄等行為 雖然妮仲亨認為整起事件 是兩人的家務事 但太太從去年開始 就在網路上抹黑她 妮仲亨除了澄清謠言之外 也反控這些都是太太 為了掩蓋自己和姐姐 連手捲走 診所經營權和資產的事實 以上就是得 所掌握到的診機行情 將時間盡頭是交換給彭妮主播 29歲歌手吳卓元 被抱成了小五歲演員 朱宣揚的小三 兩人在公園露天清熱 她更坐在男方身上 有搂腰撫摸 隔著口罩積穩等等親密動作 對此朱宣揚的美妝網紅正公 CINDY忍不住開嗆 在吳卓元的IG上留言 我的男友在你身上嗎 引發了網友熱議 而偷吃事件爆發之後 演員朱宣揚的經紀人表示 朱宣揚工作認真 但是感情太年輕處理不好 吳卓元經紀公司也回應 吳卓元是在被告知 他本人已分手 雙方才會往前一步相處 他個人也非常的錯愕 非常的受傷 但是男方正公CINDY 似乎不買單 再度PO 限動回嗆 說你確定嗎 秒打臉吳卓元的回應 霸氣發言獲得了網友 一面倒好評 再來看到是 南岸國會改選即將在4月10號登場 然而根據最新民調 總統尹協月的民調最近大跌了5% 只剩下36%左右 前總統文在寅更痛批政府 無知無能無道 是他看過70年來最差勁政府 但是南韓甚至大陸網友最熱門的話題 卻是南韓第一夫人金見熙 從去年底返國至今已經4個多月 沒有公開露面 而持續神隱的原因 也沒有人知道 南韓總統尹協月2022年3月當選就任 兩年後面臨關鍵國會改選 但選民最關注的焦點 卻是第一夫人金見熙 從去年12月返國後 神隱至今4個多月 甚至也成為大陸熱搜話題 從總統大選時期的論文門事件道歉 金見熙引發爭議不斷 包括操縱股價到獲增價值300萬韓元 大約新台幣7萬元的第二名牌包 執政黨同黨議員甚至痛批金見熙 好比18世紀法國大革命 被送上斷頭台的皇后 瑪麗安東尼 根據南韓政治學者分析 金見熙審議應該是政治決定 好確保執政的國民力量黨 不會受到拖累 再度成為國會改選的負面議題 因為總統尹協月 即使礙於規定不能助選 但是他執意推動的醫療改革 不但引發醫生大批辭職潮 也衝擊這一次的選舉 隱習院目前的民調支持度 已經從近來高點四成一 大幅下滑到三成六左右 最新民意調查結果更顯示 最大在野黨的支持率高達四成九 領先執政黨的四成 而四月十號國會大選結果 也可能會影響第一夫人 再度公開亮相的時間表 記者綜合報導 回到國內 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員會審查 各個黨團的國會改革法案 民進黨團認為各個版本差異很大 建議加開公聽會來討論 而國民黨團則認為民進黨 根本只是想要拖延時間 時事評論員的黃耀明怎麼分析 我們來聽 2015年民進黨執政 其中一個很重要他們要做 要推的國會改革 結果最後呢只推了一件事情 就是大概就是把國會能夠轉播 直播然後把協商變成透明化 然後最後就是那個 立法院長中立沒了 其實他都沒了 他的國會改革就告一段落 因為他說剩下的我們提的主張 通通都會違憲 所以我們就不推了 這叫什麼改革決心 當初連蔡英文 自己都在臉書上面貼著說 他要主張什麼樣 一個進步的國會 透明的國會 開放的國會 開放的國會 進步的國會 透明的國會 這都是蔡英文講的 要聽證調查權要什麼的 結果只要他執政的時候 發現糟糕不對 立法院不可以扯我後腿 所以都不要休 因為以後他們就是怕 萬一有這個像 像今年這樣的狀況 民進黨在國會沒有辦法多數了 很抱歉 立法委員不能變成有牙齒的老虎 要變成聽話的看門狗 這是野百合時代 他說別讓立委成為看門狗 這是野百合他們學運時候的那種快報 就在現場發傳單 當初野百合時代是用這個方式 是說不要讓立委變成看門狗 結果現在民進黨執政之後 他們要做什麼 他們就是要讓立委變成看門狗 因為這一次民進黨又贏了 他們就覺得政權又是我的 我永續執政越來越有希望 所以他們會希望國會絕對不要有權力 國會的權力越弱 這個行政部門就越強 民進黨他執政了 立委就要幫行政部門護航看門 這邏輯何在 所以我說這一次的國會改革的修法 其實就是一個造謠記 看出原來民進黨過去所主張的 你們當初反對國民黨的這些威權同志 等等等等的 然後說什麼立委是投票部隊 結果通通應驗在你民進黨身上 說穿了你也不過就是 另一個威權的政權而已 好卡韓有完沒完 民主基金會排定4月10號召開董事會 被藍營炮轟是搞突襲搞心機 來聽他們怎麼說 我覺得第一個很沒禮貌 因為一般幕僚作業啊 你要這些董事都能來開會 你要先調查人家可以的時間 那韓院長如果一直沒有講 代表說他還沒有想到適當的時間嗎 你就應該要等啊 然後講說那個董事長 未來的董事長都還沒有定時間 你幕僚直接說就是這一天 你有沒有控制你家的事 那如果他沒空咧 那你這會是不是要召開 那你召開你不是故意就是要他不要來嗎 所以你從這種小動作可以看得出來 民主基金會是很沒有誠意 而且是很有心機 那第二個韓院長為什麼現在 他還沒有想到適當的時間 最主要是執行長的人選 民進黨現在就硬要嘛 民進黨想的是說 我拿一個名單塞給你韓國瑜 從你的嘴巴唸出來 你要提名這個人 那韓國瑜為什麼要 對不對 如果要的話 等於是要幫這個執行長背書 以後這個執行長亂搞 人家是怪韓國瑜 會怪說你為什麼提名他 那韓國瑜說 哎呀這個是當初民進黨塞給我的 那人家說那你為什麼要接受 對不對 所以民進黨很遏制 什麼話都會講 這次韓國瑜是確定是可以當上董事長 那我覺得民主基金會應該基於尊重的一個原則 如果那天韓國瑜沒有空那怎麼辦呢 那我們就沒有董事長沒有新任董事長嘛 所以我覺得事前開會的一個尊重應該是必須要的 我覺得民進黨做法實在是一個非常不聰明的 因為柯建民特別提到的韓國瑜當董事長是無庸置疑的 那執行長是要跟董事長來做一樣一個配合 或許需要有一些的溝通協調 不過一切都還是要以董事長的意志為最大的一個議規 我們無意卡韓 這個慣例也包括執行長的部分 過去民主基金會人事慣例 這個執行長就是會尊重總統的選擇 天氣熱火氣也跟著大麻 苗里有民眾大麻路上吵了起來 因為行車糾紛嚇壞了駕駛與懷孕的太太 男子開車在路口紅燈停下 沒想到後面突然一部鐵灰色轎車猛吹油門 後車駕駛加速藍車超兇狠 整台車往路邊衝差點撞上路人 把路人嚇到閃離 怎麼了 什麼 我不知道 怎麼了 我怎麼了 媽 妳趕緊踩下車 紅燈了 妳寫卡喔 然男子停紅燈 但後車駕駛一次沒注意到險些追撞 因此氣到攔車理論 兩人當街怒嗆 紅燈了 妳走開喔 我沒有駕駛車 後車駕駛還一度追車 把男子和一旁懷孕的太太 都嚇壞了 我就正常行駛 因為因為五十公尺 我就開始在踩沙燈 然後妳就要 莫名其妙說我提踩沙燈 後車駕駛快越雙黃線 危險攔車最高 將被開罰一千八百元 再來也是當街吵鬧畫面 在台中南屯 有女子疑似開車逆向蛇行 被警方攔下 沒想到她情緒失控 大吼大叫 女子抱個姿居然強調 自己是黑色星期五出生 讓圓景實在覺得 又有氣又好笑 新北街頭 則有警方將人車團團包圍 圓景還氣得大罵 原來是有民眾開車拒检不停 不好好配合 不但拖時間 被罵還只是讓場面更加難看 記者有綜合報導 沒錯 網友說違規還敢這麼派 再來台中一名臨性男子 投資失利欠了一屁股債 火同朋友上演搶劫戲碼 大批警方把黑衣男子團團包圍 他犯下強案後 從台中大力南下嘉義躲藏 警方狂追九個小時火速歹人 原來26歲六星男子只是共犯 時間往回推 以後下午四點多 林姓主賢跟被害人 約在台中大力交易太大幣 被害人上了部駕駛座 隨後共犯進入後座 徒手勒住被害人的脖子 要他交出330萬現金 隨後開了兩公里 把人丟包在珠子坑環保園區 警方事後調查 32歲林姓主賢真的是必傷 跟被害人交易過好幾次 因為在外投資欠了一屁股債 竟然異想天開 80萬塊雇用朋友 要他扮演強肺 假裝自己不知情 要躲避刑責 起初這個林姓犯嫌不願坦承 起犯刑本起事件為林姓 來策劃要求 要求帶被害人上車之後 陳姓再上車 祖賢在外欠債走投無路 朋友也為了拿到10萬元 請異鄉品當共犯 最後債務沒有解決 兩人在意強盜罪 吃上行責 記者劉美麗雲傑台中報導 超小專區 推薦您太陽星全校 特別理生俊 十字岩德國專利交易 蛋白生態 幫助您睡得好 行動的也做得好 請上 後康五圈專區 衝贏小單 順選三件折150 五件就折300 快點供現在買最划算 後康優惠 真的想不停 祈福福袋即時許願 斗內中天重翻五二 中間新聞邀請好朋友們 透過祈福福袋即時許願 如何用祈福福袋即時許願呢 現在就開啟中間新聞網app 點擊首頁右下角 好運龍福袋 有五款福袋 請您選擇斗內 您的福袋和您稱 會在鏡頭上秀出來唷 您的留言 也會在下方的跑馬燈出現 祈福福袋即時許願 斗內中天重翻五二 所有的斗內都請亮麗而為 所有的斗內我們都歡迎 都感恩 上面有LIVE 我是先看到這個LIVE的字樣 後來才發現原來有多一個這個很可愛 它寬 寬了以後呢 你這樣掛在脖子上